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不知道你是第几代基督徒 若是你是第一代 我相信你的经历一定非常的棒 因为你自己摸着神的恩典与祝福 若是你是到二三四代 甚至很多代的时候 你要更要好好的把这信仰传承下去 因为使我们的先祖把这信仰引进到我们身上 引进到我们这个家族 愿神恩待我们 使我们把这个信仰不断的传承到前代 让我们的侄子孙孙都能够承受这个恩典之恩 也只祝福大家平安 我们的侄子孙孙都能够承受这个恩典之恩 你们要烤的就烤了 要煮的就煮了 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 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 留到早晨 也不臭 里头也没有虫子 摩西说 你们今天吃这个吧 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你们在田野 也必找不着了 六天可以收取 第七天乃是安息日 那一天必没有了 第七天 百姓中有人出去收 什么也找不着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 要到几时呢 你们看 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 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 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 不许什么人出去 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 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 样子像圆锡子 颜色是白的 滋味如同铲蜜的薄饼 摩西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要将伊满厄梅尔玛纳 留到世世代代 使后人可以看见 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 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 摩西对亚伦说 你拿一个罐子 乘一满厄梅尔玛纳 存在耶和华面前 要留到世世代代 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 亚伦就怎么行 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 以色列人 齐玛纳共四十年 直到近了有人居住之地 就是迦南的境界 厄梅尔就是依法十分之一 好 亲爱的经文节目 我们来看这段 《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一节 到后面这一段经文 二十一节这边提到 神对他们说 你们每日早晨 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 日头一发热就消化疗 所以你们看中 在早晨的时间来殷勤工作 所以每日早晨不是到了晚上 而是在早晨要按着自己的需要 去领取神要在我们身上的祝福 并且不要延误 免得到日头一发热就消化疗 所以神的话在每个清晨都要去领受 这是很重要的 在诗篇一百四三篇第八节 这边提到说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 因我倚靠你 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 因我的心仰望你 所以神很期待我们 甚至要求我们在清晨的时间 早早来聆听神的话语 好比这边提到说 你要早晨去收取你的饭量 不要等到日头一来 他就消化了 所以等于说 我们要早早去吃神的话语 当日头一来 事情一来都来不及了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按时早早领受神的祝福 要按着规定 那第二个我们是提到说 他提到说 在这段经当中 每天要领取神的事物 可是到了安息的时候 就不要去做工了 就不要做工了 所以神明提到说 第七天百姓中 有人出去收 什么也找不着 二十八节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 要到几时呢 神非常清楚告诉他们说 你们前六天可以认真地去 收取你们所需的食物 然后第六天要多哪一份 但是礼拜天不可以去 但是有人听话吗 大部分人都听话 但是有些人是不听话的 神很清楚告诉他们 所以他们说 有人出去收 什么也找不着 有人出去收 什么找不着 所以神说 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 你们不听我的诫命吗 我就想到说 上帝让我们分别为圣 我常常鼓励我们 弟兄姐妹说 礼拜天是主日 是分别为圣的日子 还是有人怎么样 不相信 不听话 还是去上班 他们忙忙碌碌的一天 得着什么呢 神经讲的已经很清楚 你如果不听我的诫命 什么也得不着 礼拜天是安喜日 是我们好好跟家人 跟弟兄姐妹 在教会好好团契的时间 你仍然把他当去上班工作等等 所以求神怜悯啊 所以神很清楚我们 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你们去得不着 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 所以我们因为盲撞不听神的话语 以为可以多赚 但是我们赚到口袋 口袋里面是破洞的 很快所领取的 所赚到的钱不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顺服 不听神的话语 所以因神恩待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 因为不听神的话语 常常忙碌 我们该休息就好好休息 礼拜天是真的是享受在神的殿中 接着敬拜赞美 享受神的同在 接着神的话语 聆听神的话 接着团契 跟我们的家人美好的互动 不是很好吗 愿神恩待我们 不要让忙碌 以为真的是勤劳 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在意神的话语 错过神要我们祝福的机会 我们就是白忙一场 愿神恩待我们 把神的话吃进去 我们就得祝福了 平安 好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我们看见 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当中 他们吃的是什么 他说这个食物 就是以色列人家叫做玛纳 样子像玄髓纸 颜色是白的 那滋味如同残米的薄蜜 薄饼 那我们现在可能也看不到了 就在当时在以色列那个旷野时间 才看得到 那神也特别交代摩西说 要将一满 尔梅尔玛纳流到世世代代 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 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 就是我们的上帝 他是行神迹的神 但是他也要人纪念 要想起在你们的这世代当中 以色列人整个历史当中 每一个旅程 每一个阶段 要把该做纪念的东西留下来 为了什么呢 为了要让他们的后代子孙 记得在整个先人的旅程当中 有一位上帝 是其在 竟在 永在那位神 一路引领他们 透过可以看见 看得见这些实体的食物 好比是玛纳 让他们知道有做纪念 回应神 回应神 恩待他们 恩从他们 使他们一样也不缺乏 所以我们看见 继续往下看 提到说 以色列人吃玛纳吃多久呢 共吃了四十年 哇 吃四十年 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 这个玛纳就停住了 所以四十年要吃这个东西 吃一样东西真的不容易 而且吃到不愿不愿烦 除非是真的是很感恩的心领受 换个角度来讲 在旷野当中是人最无助的时候 神也按时供应给他们 什么是玛纳呢 对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姐妹们来讲 或许我们想吃什么玛纳吃不到 但是在旷野当中 就是在人生的一个低谷 无助失望的时候 最大的玛纳吃了白色又有点甘甜是什么呢 神的话 神的话比蜜风房地下的蜜更甘甜 不是吗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在我幕会过程当中 有时候也会经历到一种 好像举目看好像找不到答案 好像有师父进入到旷野当中 但是当我 回头把圣经一打开 看神的话语当中 每天有灵量 特别是每天独活活生命当中 每天按时好像神都知道 今天你的问题 一打开就马上就有答案了 这样的女姐妹 我们师父也是常常愿意能够尝试在你 人生进入到旷野的时候 不要一直陷在旷野当中 回头吃神的话语 神一定会让我们所需所要的都不会缺乏 愿神恩待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耶稣恩待我们 主啊我们看见在整个以色列的过程当中 主他们有时候会埋怨的是 终究上帝的恩典 一点都不会影响到神要供应给他们所需的一切 主啊世的主耶稣我们敬畏你 我们尊荣你的圣名 愿神祝福我们在世上当中 也会有如此以色列人的经历 但是感谢神 你总是按时供应给我们所需 主我们你是活的神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耶稣我们如此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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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